头戴棒球帽加上安全帽 手上提着两个袋子 走过人行道准备回家 老翁还一度望向对接 似乎就怕手上这两袋钞票 会被人发现 但是 手上白色提袋透光兴高 隐约看见里头装满千元大钞 一旁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 提供给警方 让原本食精不昧 逆转变成了搬运脏无罪 脏款被安德鲁藏在 充满泥土垃圾 有蚊虫密布的山区 老翁不但特意走了进去 还将脏款打包带走 警方还发现 柯姓老翁不止装了这两袋钞钞 20号早上6点53分 老翁从住家骑车出门 前往西湖公园 上山捡钱 8点31分 提着钞钞步行回家 被民众拍下身影 9点22分 疑似觉得捡得还不够 又拿着一黑一白的塑胶袋出门 再度前往公园装钞票 没想到遇到大批的警察搜山 老先生只好作罢 9点43分骑车回家 还刻意绕路绕了十多分钟 警方20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强调还有赃款下落不明 柯姓老翁疑似就是看到赃款短扫 晚间才主动联系派出所 相隔13个小时交出赃款 柯先生跟安德鲁说法都不容 有什么看法 易改前一天拒绝征讯 22号律师陪同下 柯姓老翁开口说 自己没有看电视和报纸新闻的习惯 这样的说法让刑则差很大 从原本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搬运赃物罪变成了侵占遗失物 罚500元以下罚金 似乎有高人直跌 记者台北综合播动 中天电视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领带